Hello,大家好,我是蝴蝶姐姐 我现在呢,是在我的沈阳的老家的一个老房子里面 我呢,把我的客厅隔断出来一个一米宽的一个小的淋浴间 这样的话呢,我在回老家的情况下就有地方住了 就不用再寄住亲属家了 但是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前两天,我爸爸雇了一个水档工人 但是呢,他给我改这个水垫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些状况 就是花洒的套装那个钩根本就没有在墙上跟我打 当时就是误导我爸爸就说你安一个热水器 自动就有花洒了,那就不用安了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吃亏的事情 我还要花好多钱吐,我觉得费劲 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就是 前两天有人帮我们改这个水暖 但水暖工人,我犹豫不懂,然后被他们骗了 因为我爸爸被他们误导了 所以呢,现在这个管子呢 他并没有给我做出来安装花洒的这么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也是非常闹心 今天早上表妹呢,特意的给那边水暖工人打电话 让他们再过来,帮我们弄一下墙 但是水暖工人好像不是很乐意 而且呢,我爸爸把这个钱基本上大部分都给他了 就一百块钱为一款没有给他 所以我也在担心水暖工人明天早上 会不会过来去帮我加一个这个花洒的套装 你看,那天我怎么跟你说的 我那么强调,我安装花洒 不安装,突然 哎,完了,我说你要千万多就没个安装了 不安不安的,到现在又安装 你不是这么说,我不懂 但是我得送你这个,对不 当时吧,你也去说个这 对,对,对 对不,后儿,你也去说个这 这是我说的 对,对,对,你说 你说我没有那种 对不,放花洒放不了 你也去跟这门着开启,放这头 花洒就不能够 不是 那我怎么够 对,这话都跟你说的 对,对,对,怎么够,够不了 对,你说够不了 啊,够不了 这是你说的吗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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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话都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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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说要是那么挂吧,我能够说也行 也去一块,没有这个 那玩意就,挂了也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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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玩意就不能挂了也行 那我朋友就踩一块 你说你一会儿 你一会儿摔管 我又我一跃 我又我一跃 你又我一跃 我这发很大 不够啊 决定了,挂了 是这个,我决定了挂了 那现在我不在挑 可以吗 大家可以随着我的手势看一下 就是我后面这个两个管子呢 是装热水器的 当时呢,前两天这个水档工人 他们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给我只是安装了 热水器的这两个管 然后他们口口声声说 我这个面积特别小 所以呢,就说你安不了花洒 但是我花洒已经在天猫奇心店上 已经买完了 然后他就一直在误导我爸爸 就说什么 这个,这个空间太小了 应该就弄一个这个热水器自带的 这么一个喷芋头就可以了 所以呢,他就没有给我挖 那两条高 也就是我的花洒目前是安装不上的 我感觉我们吃亏了 现在转念一想才知道 他们是为了图省事而已